请不吝点赞 许晦峰 比赛中技术全面 正手上手能力强 杀伤力大 是四川男子乒乓球即邱一可之后的又一位实力选手 今天许晦峰将要教给大家正手发球的技术要领 大家好 我是许晦峰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发球技术 发球技术在比赛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比赛开始的第一个环节 所以说发球质量的好坏 直接会影响到你后级板的主动性 所以高质量的发球能有效地降低对方第一板的进攻几率 或者能创造出你下一板的进攻机会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正反手的几种发球 首先是正手的下旋发球 正手发下旋球分为台内短下旋球和极长下旋球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发台内短下旋球时的动作要领 发球时站位在侧身位 将球抛起后 手臂向右后侧方引拍 当球回落至网高时 手臂从右后侧方向左前侧方加速挥出 击球的中下部 向左侧底部摩擦 球的第一落点在本方球台靠近球网 第二落点在对方球台靠近球网 注意事项 一、发球时身体重心要低 二、击球点要靠近身体 三、触球瞬间手腕要加速 发极长下旋球的动作要领式 发球时站位在侧身位 将球抛起后 手臂向右后侧方引拍 当球回落至网高时 手臂从右后侧方向左前侧方加速挥动 击球的中下部 向左侧底部摩擦 球的第一落点靠近本方球台端线 第二落点靠近对方球台端线 注意事项 一、在击球的瞬间要加大力量 二、球拍与球摩擦的过程要长一些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侧拳发球 侧拳发球分为侧上拳、侧下拳、逆侧上拳、逆侧下拳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正手发侧上拳球的动作要领是 站位在左半台 身体向右倾斜 球抛起后 向右后上方引拍 拍面稍后仰 球回落至网高时 手臂迅速向左侧下方挥动 接触球的左侧中下部 击球的瞬间 手腕稍有抖动 这样可以加强手腕的力量 使球产生侧上弦 发侧下拳与发侧上拳球的动作基本相同 不同的地方在于 在球拍击球的瞬间 拍形稍稍后仰 拇指压拍 拍从球的中部向下方摩擦 球的第一落点在本方球台一侧 靠近端线位置 第二落点在对方球台靠近球网 注意事项 一 发球时身体重心要低 二 击球点要靠近身体 三 触球瞬间 手腕要加速 正手发逆向侧上弦球的动作要领式 站位在左半台 身体侧向球台 重心稍微降低些 球回落至网高时 拍向前下方挥动 腿和腰腹用力带动手臂 拍触球时 手臂和手腕向外前侧方发力 拍面略微力气 摩擦球的外侧中部 发逆向侧下弦球 与发逆向侧上弦球的动作基本相同 不同的地方是 发球时拍面略微厚仰 在球拍下方挥动 拍向侧下方挥动时 摩擦球的外侧中下部 发出的球 极为侧下弦 注意事项 一 注意要提手 收腕 目的是有利于发挥 手臂和手腕外抖的力量 二 侧上下弦 发球的摩擦球的部位不一样 拍形也不一样 要注意区分 三 为加强发球动作的迷惑性 两种发球的动作要看起来尽量一致 发力要集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